我離婚的時候是 七夕情人節 報完手續之後 我們還一起去吃牛肉麵 去吃永康街牛肉麵 還一起去買麵包耶 其實對媽媽來講 是一件好事 曾出演麻辣先師的范小飯 在2011年嫁給廣告公司老闆 定居泰國 今年老公歲多次 爆出滑邊新聞等一連串事件 平常婚姻亮紅燈 而他二日也透過臉書 直播首度認證 兩人已經離婚了 有一個人問到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 離婚多久了 我只能跟你們講一件 非常有趣的事情 我離婚的時候是 七夕情人節的時候 而且還是我挑的 而且我不知道那一天 不知道那天是情人節 然後我還指著孩子的爸說 欸你怎麼那麼會挑日子啊 居然挑這一天 然後他就緩緩的回頭跟我講說 這一天是你挑的 我們兩個是在 光棍節的時候登記的 2011年的11月11號 2022年的七夕情人節 辦手續 離婚的 辦完手續之後 我們還一起去吃牛肉麵 去吃永康街牛肉麵 還一起去買麵包欸 然後才去 接我的小孩 其實我們家老大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我要辦手續的前一天 其實 我有跟我們家老大講 然後他整個人崩潰大哭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這是大人的事情 就是 不會影響到我們對你們的愛 然後其實你反而應該要祝福媽媽 因為其實對媽媽來講 是一件好事 OK 你們都知道我經歷過了什麼 你們都知道 你們都很清楚 我覺得就是好去好散啊 嗯 不要去傷害自己 然後也不要去傷害別人啊 如果你發現 你真的跟這個人之間的共同點 已經無法再磨合下去的話 我覺得還不如早點收手吧 就是不要再浪費時間了 欸我第一次 講到這件事咧 算是第一次公開 因為其實 我也不是 不想公開 我只是覺得就是 timing到了 其實就很自然就會講了 我就 不用刻意去 寫一篇 就是喔 我已經離婚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現在就是一個 很快樂的 單親媽媽 然後再把自己的一些 心理狀態 調整好 其實我自己有在 打算就是 如果我要回去拍戲的話 我應該要讓自己 在狀態再更好一點 然後回去的話 那個自信度才會出來 嗯